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诚信组成于11年至今在台北市新北市成立机房冒充美国前三档的证券当名义 雷姬拨打客户并招揚并仿冒期货股票下单系统 低风险高低货的人话是向非爱人施账 在利用台中地区转账卷收受账款洗钱获利后及付出金 指非爱人受验 新竹县挟局少年队则破获太阳联盟全洋会干部 涉嫌贩售毒咖啡包给未成年少年 警方供逮捕五名成员查扣200余包的毒咖啡包 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是一个太阳联盟的犯罪组织 经过清查的有三名少年被吸收家务 最后我们势力的进入这个犯罪成员道案 也在现场查破了毒品 咖啡包贴他命 以及查破了贩毒所的等证物 另外刑事局第二大队也在7月中旬会同南港警方查获 竹联邦能堂训人会王姓嫌犯持有五把改造手枪及改枪工具等 警政署在今年7月全国同步执行扫黑竖枪 共侦破帮派组织61案逮捕419人 查扣不罚款项7000多万元 刑政院长卓龙泰特别前往为警方加油打气 周龙泰表示诈骗集团的背后多是帮派分子 他要求警方持续溯源 用尽各种方式打炸扫黑 一定要办到兄弟没钱花 扫到黑道无处躲 我们所有的执法同仁已经骗顾了很绵密的网络 针对不罚的个人的帮派 我更希望我们这些天罗地网要持续的更精密 而且更有效 第二个会相信我们能够破获这么多的组织帮派 我们是初步的掌握了他的情绪 掌握情绪之后 刚刚有几件我一特别问有没有抓到手脑掌握情绪 就要从长期的规划 一定要锁定这些手脑一起来监获它 第三个我也相信各位在选择一个案件 从发现从情绪发现到一直处理的过程 一定是精准的初期 一定是精准的初期 这个精准的初期 我更期待能够一举建议这个组织犯罪 这个不法的准施能够一起建议它 因应犯罪守法日性月异 中泰表示政府未来将编列73亿元预算 在能力装备和法源上充分支持警方 希望给予不法分子致命一击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ies